低利的世界之 錢還能放銀行嗎 Check 1 好忙喔 你怎麼在這裡喔 你那個一大包 我的一大包有 沒有一大包有 是什麼東西 我的一大包 什麼東西帶回家有 沒有的有 我沒有一大包有 沒有有 你是要我剪 你的那一頭髮 剪頭髮可以喔 嚇死我了 還是那一大袋 沒有油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 到底是什麼 我看 沒有 沒有小 都是錢 大概 大概有85元 這麼快就算出來有 到底是什麼 有 有 你聽我有 你說有 這是我要拿去存的85萬 有 現在銀行利率這麼低 我當然放在我身上 比較安心啊 卡 為什麼會有安心啊 你很想安心 比較安心 安心啦 還有關鍵字 我們就要來問專家啦 請問一下 彥莉姐 剛才你的關鍵字說 這個銀行現在利息那麼低嘛 對 對 那為什麼銀行要降息呢 最主要還是因為我們疫情的關係 全世界的疫情還在延燒 雖然台灣真的控制得很好 包括就是美國 然後包括歐洲 其實全世界都在降息 最主要還是因為美國 先降息了六碼 我們台灣 我們也是要跟著降息啦 台灣目前只降了一碼 對 那看起來下半年會不會再降呢 我認為還會有機會降 我現在前放銀行 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歷經上一次的降息之後 我們現在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只剩0.84% 太少了吧 就是一百萬前放銀行的話 這樣定存是多少 八千多嘛 很少 可是呢我剛剛有講啊 下半年就有可能再降息 如果再降的話 看起來呢 就有可能是 0.6%都不到喔 0.6%就是一百萬 六千塊都沒有耶 誰敢放銀行 對 就是錢放銀行越存越薄 因為我們一年的通膨 至少是3%的成長 物價回不去啦 所以我們更要努力積極認真理財 不然你會發現錢放銀行越存越薄 那你呢 你會把銀行放銀行 錢放銀行定存嗎 把銀行放在銀行 NO 你們都放銀行嗎 不會 不會 對不起 我應該這樣說 只有一個狀況我會放定存 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去日本 我們會換到日幣 然後去美國換一些美金 然後你去大陸有很多人民幣 然後回來的時候沒有用完 我放在那邊 我放到明年 因為明年雖然去日本 我就會放定存 但是我自己的台幣 賺的錢要花的錢永遠不會 因為那個利率太低了 所以你現在就年代馬桶後面 對 那寶可夢呢 如果現在銀行利率這麼低的話 我們到底錢要放哪裡 我很推薦這個數位帳戶 因為剛剛講的大部分都是一般帳戶 那一般帳戶的利率 其實就是0.03% 非常的低 那現在很多銀行他們要就是 懶客 他要推新的業務 所以他會做所謂的數位帳戶 那數位帳戶 他的回饋率就很高喔 1%到2.6%都有 2.6很高耶 活儲 他不是定存喔 定存是剛剛燕莉姐講是 0.8嘛 但他這個活儲就是說 你隨便都可以把錢提出來的 居然給你2.6% 所以這個很不錯 對 那他中間的差異就是說 開戶的部分 一般的就是說你去銀行 你一定要去零貴嘛 才能夠做一般的開戶 那這個的話不用 這個就是手機APP 直接礙按就可以開戶 所以這個很適合年輕人 或者是工作忙碌的人 很方便 所以都在手機上 手機上就可以 你根本不用跑銀行 他也不希望你跑銀行 因為沒有這個銀行 你轉進去2.6 是 然後 領錢的時候沒了 沒有啦 沒有啦 都有啦 你真的像一個詐騙的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有一些額外的 跨行提款跟轉帳的優惠 那我們一般去銀行做開戶 他其實都沒有給你這些優惠 但是一般的 現在的數位帳戶 他有給你5次到55次的跨提轉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要跟團 我們要買東西 不是要匯款給那個 就團組嗎 那其實就 轉一次大概要5塊到15塊錢 但是如果你用數位帳戶 把錢轉出去 其實你是可以省下15塊錢的 對 而且55次很多耶 很多啊 根本就用不完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其實市場上有三個很不錯的 這個數位帳戶 然後大家都可以考慮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 插封插戶 它就是有1.1%的高率活存 然後你放50萬在裡面 存了半年 你居然可以拿到2750元的利息 那它有提供免費的跨提轉支出 就是16次 其實也非常夠大事 真的 這個還不錯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插心的RICHXXX 它這個的話就是1% 然後你可以存30萬 所以剛剛大家有注意了 50萬加30萬已經是80萬 80萬 那這邊還有一個最新的 遠插的BANK產產 2.6% 對 2.6% 它的 不過它因為它給你的高率 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可以讓你存的額度 就比較低一點 就只有5萬 只有5萬 對 像剛剛我們的行動劇裡面講到說 85萬如果都放這裡 你看5萬加30這樣 是80 85萬 分三間放 對 那你這樣存下來的話 你拿下來的利息可以來到了 加近四千九 對 跟一般的高麗活儲的 賬戶比起來是差滿多的 OK 所以肯夢老師 是 那個他一次存5萬 我可以分一次一次一次這樣存嗎 沒有 一個人 應該就一個身分 一個身分 但你可以幫你的老婆或是女朋友 就是一起來開戶 然後就是有好幾個人都 你也可以幫我們開戶 然後存你的錢 然後存我的錢 然後你們就可以拿到五千塊 對啊 那真的太棒了 對啊 OK 這個學起來了 大家做個參考